我是一直不平凡的喵 进入2024年 白羊座的运势 呈现出令人振奋的上升势头 在各个生活领域 你们将迎来巨大的转变和机遇 实现自己的心愿和目标 在事业方面 白羊座将获得许多机遇 不仅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 还会得到前辈的指导和支持 从而取得出色的成就 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 你们都能在职场上展露头角 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财运方面 白羊座将获得令人满意的收入 无论是正常的工作报酬 还是意外的财富进涨 你们的财务状况将显著改善 可以放心 享受一些小小的奢侈和愉悦 同时 你们还会有睿智的理财眼光 将钱财投资于稳健的项目中 获得可观的回报 在感情方面 白羊座将迎来甜蜜美好的婚姻 和恋爱生活 你们的爱情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彼此之间的默契和亲密度 将达到新的高度 你们将与伴侣一同追逐梦想 创造美好的未来 对于单身的白羊座而言 2024年将是一个有利的时机 你们有机会遇到心仪的人 并建立起稳定而幸福的感情关系 白羊座在健康方面 也将保持良好的状态 身体和精神都处于最佳状态 你们将拥有充沛的能量 和积极的心态 享受生活带来的愉悦和快乐 然而 尽管取得了很多成就 白羊座要注意保持谦虚和低调的态度 骄傲和自大 可能会影响你们的人际关系 和发展机会 因此始终保持谦虚 内敛的品质 是至关重要的 白羊座 在2024年的事业发展 将会迎来风生水起的局面 你们天生具备出色的能力和勇气 聪明机智 做事总是雷厉风行 从不犹豫拖拉 白羊座 以其卓越的领导能力 在团队中迅速成为关注焦点 令人难得的是 你们不仅拥有实力 而且特别勤奋 愿意在职场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一年 白羊座将不断获得晋升 和加薪的机会 薪资待遇也会相对于同事们有所突出 然而 为了避免小人的极度和不满 白羊座需要保持低调 不要过分炫耀自己的薪资水平 也不要向他人炫耀自己的工资单 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成果和努力 不为别人的眼光所左右 白羊座应该以谦逊和实力 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业绩 以实际行动 赢得更多的认可和回报 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而言 202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除了积极准备毕业论文外 你们还应该积极为步入社会做准备 寻找适合自己的实习机会 并在实习过程中 学习和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不能草草应付每一天 而是要有目标 有计划地面对每个阶段 为自己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白羊座在2024年的事业道路上 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你们应该保持对自己的自信和坚定信念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领导才华 同时你们也要学会 与同事和上级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注重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的培养 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和积极进取 白羊座才能在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取得更大的成功和成就 白羊座在2024年的财运非常强劲 你们深知时间就是金钱 因此对于赚取小额收入并不感兴趣 你们珍惜时间 不愿意浪费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 因为你们知道 这样会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 这一年在职场中 白羊座将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和实力 获得可观的金钱回报 对于大多数白羊座来说 一旦你们有了起步资本 就会选择自主创业 不再满足于为别人工作 2024年的市场形势非常乐观 白羊座可以通过自己新办的公司 获得源源不断的金钱收入 你们将以火热的姿态 在市场上展露头角 为自己创造丰厚的经济利益 白羊座在偏财方面也特别有眼光 你们具备理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你们的投资眼光独到 购买的股票和指数型基金 几乎都是潜力股 能够持续增值 为你们创造巨额的财富收入 你们善于把握投资机会 通过聪明的投资策略实现财务自由 此外2024年的偏财运势对白羊座非常有利 你们将迎来好运 有可能躺在家里 金钱就源源不断的找上门 这是一种意外的幸运 让你们感到意外和惊喜 然而白羊座也要保持谨慎和理智 不因为偏财运势的好转而过度冒险或放松警惕 要善于管理好自己的财富 避免财务上的不稳定因素 白羊座在2024年的感情生活 将展现出明显的主动权和优先选择权 尽管感情和婚姻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是公平的 许多人每天都为感情问题而头疼 有些人甚至会一辈子单身 然而对于白羊座来说 这种困扰显然是不存在的 你们身边拥有众多的追求者 并且还会有亲戚朋友帮忙介绍对象 白羊座是非常优秀的人 无论是外貌 家庭背景 工作能力还是财务状况 你们都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自然会有许多人愿意与你们建立亲密关系 在2024年 单身的白羊座朋友将享受到多段甜蜜的恋情 虽然你们的恋爱速度可能很快 但在分手时 你们绝对不会和前任撕破脸皮 相反 你们甚至可以继续保持朋友关系 白羊座 今年可随身佩戴一件秘书格意识吃糊掉坠 提升你们遇见真挚爱情的机会 增加邂逅美好姻人的可能性 增强彼此的好感度与感情基础 让爱情的火焰持久燃烧 那些已经有伴侣的白羊座朋友 你们与伴侣的关系将不断升温 可能会迎来意外的好消息 例如未婚先孕了 提前迎接宝宝的到来 对于已婚的白羊座朋友来说 你们的婚姻生活将没有太多矛盾和纠纷 夫妻双方可以合理分工 共同经营幸福甜蜜的小日子 然而 需要提醒白羊座的朋友们 要保持谦逊和理性 虽然你们在感情方面相对顺利 但过于自大和高傲将会给感情生活 带来不利影响 白羊座应该珍惜每一个与自己发展感情的人 不要将对方视为泛泛之交 与伴侣相处时 要学会倾听和包容 共同成长和进步 主要是